在很多人心目中 都将日本动画工作室 吉卜力与宫崎骏的名字 画上了等号 这家成立于1985年 于2005年正式独立出来的公司 最初成立的目的 是帮助宫崎骏和高田勋 制作并发行他们的优秀作品 社长林木敏夫曾在采访中说过 在原则上 当高田勋和宫崎骏隐退时 那就是吉卜力关门的日子 如今时过境迁 高田勋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触摸品质 发现未来 请立即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 吉卜力 理想主义的胜利 提到吉卜力 那个胖胖的龙猫 应该早已成为全世界动画爱好者 心中最熟悉的标志之一 2018年 为了纪念龙猫上映30周年 高清版电影于年底 在中国大陆上映后 截止到今年1月9日的 累计票房为1.73亿 观众热情之高 让吉卜力颇感意外 而自2014年 传出吉卜力将要解散的消息后 和中国微博上 对于再也没有吉卜力的惋惜 日本各大论坛 则显得冷静得多 该消息放出的同时 甚至一度被怀疑为 是社长林慕敏夫的 悲情营销 之所以悲情 是因为吉卜力 虽然加速不断 但是日子并不好过 2001年时 千语千询带来的票房神话 不仅无法再现 反而亏损越来越严重 在解散消息传出的同时 正逢吉卜力动画电影 记忆中的马尼上映 并未能在 冰雪奇缘的阻碍下掀起波澜 再加上童年公开的高田勋作品 《闺夜机物语》 《叫好不叫作》 和成本50亿日元 票房120亿日元的 2013年 宫崎逊作品《起风了》 都丝毫没能缓解 吉卜力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 在日本业内 60亿日元的票房 是很多电影难以逾越地看 这60亿里 电影院与制作方五五分成 再跑去制作成本和各种费用 一部电影的票房 如果不能达到成本的三倍 就会达到赤字 吉卜力之所以伟大 就是因为 在日本电影史上 票房排名前八的电影中 有五部作品 是吉卜力的动画电影 它们分别是 千语千询 哈尔的移动城堡 幽灵公主 悬崖上的金鱼鸡 何启疯了 1997年 幽灵公主上映后 成为当时日本影史上 最卖座的电影 该记录在被 泰坦尼克号打破后 2001年的千语千询 以304亿日元的票房 超越了前整 并将这一记录保持至今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 因代表作 穿越时空的少女 夏日大作战 狼之子于雪 成为一代大师的 戏田手导演 曾有机会进入 吉卜力工作室 指导哈尔的移动城堡 后来因吉卜力高层 担心戏田手的票房吸引力 于中途将导演换为 宫崎俊 一度毁了这位天才 再看看2014年 失去了宫崎俊挂名的 记忆中的玛妮 上映后反响平平 由此可见 宫崎俊的离去 对吉卜力来说 有多大的影响 而后继无人 也似乎是吉卜力 不得不宣布 暂时停止 动画电影制作的原因之一 因此 宫崎俊虽然贵为 与黑泽民相提并论的天才 但是她的反复离开 和2013年宣布隐退 也被很多日本粉丝认定 并非是一件坏事 不过 在你的名字全球票房 超越千语千询后 或许是受了刺激 宫崎俊于2017年2月27日 第七次宣布复出 说回全球票房被超越 但日本国内 口碑和收入 不可撼动的电影 千语千询 她在2002年 成为历史上 第一部获得 柏林电影展金雄奖的动画电影 并拿下了那年 奥斯卡的最佳动画片奖 让吉卜利开始在全世界风靡 而此时 距离吉卜利工作室成立 仅仅过去了13年 1985年成立之初 吉卜利就已经是 日本业界特立独行的存在 在首种志崇 离开东印 推广电视动画这一概念后 给当时 以制作动画电影为荣的 东印动画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制作 《太阳王子大冒险》 经历票房失败后 离开东印的 宫崎俊与高田勋 在1984年 指导制作了 可悲票房双丰收的 动画电影《风之苦后》 于四年 在林木敏夫 和德金书店的帮助下 成立了吉卜利工作室 寓意为 撒哈拉沙漠上的热带季风 在《风之子》 制作完成后 高田勋和宫崎俊 曾带着胶片 造访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他们对大闹天宫 慕名已久 但是对中国动画市场 按键记仇的制度 十分失望 此后 吉卜利工作室 可谓一次又一次 成就了日本电影 1986年 吉卜利工作室 成功就继续 失败则到此为止的作品 《天空之城》上映 1988年 龙猫成为吉卜利的象征 高田勋作品《萤火虫之木》 表达了对战争的反思 再加上魔女宅吉便 红猪 幽灵公主 千语千询等作品的超高票房 让那个对手肿之虫 动画理念嗤之以鼻的吉卜利 成为林乡主义 取得胜利的代表 而且 随着公司越做越大 吉卜利依旧秉承着 发放固定薪资的制度 并大幅度提高了员工的待遇 再加上不遗余力地 制作手绘动画电影 给吉卜利带来了 巨大的运营压力 对此 高田勋 龚琪骏和林木敏夫 却并不担心 他们曾坦言 如果公司开不下去了 就立刻解散 绝对不会为了迎合市场 就放弃内心 所坚持的信念 当然 这是站在吉卜利 立场上的说辞 在业内同行眼中 吉卜利就像是一台 机密运转的机器 每一个员工都像钉子一样 牢牢焊在那里 做着自己分内的事情 而对于整体的把控 则全部掌握在 高田勋和龚琪骏手中 其他的员工 只是他们下达命令后的 执行工具 这样长久以来 所造成的后果就是 在离开了龚琪骏和高田勋之后 吉卜利将失去一切 而这一说法 也在今天 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印证 不过 在龚琪骏和高田勋 两位大师 执掌吉卜利的日子里 他们也的确用实力 让一些批评者 不得不暂时闭上嘴巴 比如 就曾有批评家表示 虽然我说了很多 但是我依然无法想象 如果他们不再做动画了 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无聊 2001年 千语千询成为 日本影史票房冠军后 吉卜利接连推出了 日本影史票房 前八中的另外两部作品 哈尔的移动城堡 与悬崖上的金鱼机 在此期间 吉卜利也于2005年 正式脱离德肩书店 成为一家完全独立运营的工作室 林慕敏夫担任社长 宫崎俊出任董事 2010年至今 吉卜利一共推出过六部电影 除去宫崎俊作品《起疯了》 和高田勋作品《灰夜机物语》 2011年 吉卜利动画电影 来自于美人之坡 是宫崎俊长子 宫崎无狼的第二部作品 和2006年的《地海战记》一样 离开宫崎俊的名头之后 依旧反响平平 尽管日本网友 对宫崎俊的再次付出 当场笑翻 但是在开怀大笑之后 人们对于这位动画制作的大师 心底还是充满了尊敬 吉卜利纪录片 梦雨狂想的王国里 在新短片中尝试了 电脑绘画之后的宫崎俊 对人工智能非常抵触 并坚持守绘 他笃定地认为 前者的创作是没有灵魂的 是对作品中生命的侮辱 为此 他找来老友林慕敏夫 开启了新作短片的重启计划 虽然宫崎俊自己 一项说话不算话 数字实言于退休宣言 但我们都知道 他一定会有离开的一天 电影完成时 最重要的是 不要留下任何遗憾 仔细想一想的话 人生也大概如此 未来 在真正失去了宫崎俊之后 吉卜利又将何去何从呢 他创始于1936年 被誉为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 是中国电子行业 第一个知名商标 也是中国电子产品第一个进入国际市场的注册商标 他是谁 欲知详情 敬请关注下期节目